好汉不提当年勇 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 做神所喜悦 神所喜悦的人 这是从以赛亚书62章第四节 那为什么我选这一个经节 等一下我就会解释 因为我觉得做妈妈其实是很辛苦 在现在这个世代 有时候都觉得很无助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不要失望 神在那里 神祂要给你hope 祂要给你力量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 我想这个人大家应该都认识吧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呢 他创造了这个Microsoft这个大公司 所以很多人就interview他 就问他说 你这一生中你觉得你最聪明的决定 是什么 是因为你创建了这个Microsoft 这个微软这个公司呢 还是因为你 哇 常常做一些 donation啊 都是很大笔的金钱 你觉得呢 结果这个Bill Gates呢 他回答说 通通都不是 他说No 他说 找到合适的人结婚 才是他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 因为他接着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女人决定了一个家的快乐 若你父亲娶错了女人 那么你的童年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 若你娶错了女人 那你的中年 那你的中年也将生活在痛苦之中 万一 你儿子在娶错了女人 那你将会在孤独痛苦中 了此缠身啊 你觉得他这个话对了吗 讲对了吗 女人决定了上一代的幸福 这一代人的快乐 跟下一代人的未来 说娶一个好太太 你可以忘你的夫忘三代 你们阿门这句话吗 阿门的人举手 我想看看是不是都是女的 结果没有 不过很快就晃下去了 好像很不甘愿 这个投资之神 沃伦巴菲特 他也讲过 他认为 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是跟什么人结婚 而不是 去做任何一笔投资 这是一个 人称投资之神的人讲的话 所以我想你贝特相信这是真的 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 你决定跟什么人结婚 而不是做任何一个投资 古今中外呢 人的一生当中呢 妈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看看 我要跟大家上这个国民与道德 最生名大义的母亲是谁 岳飞的母亲啊 她在上面赤字是赤什么字 金钟报果 还有呢 为什么孟母要三千 为什么要一直签一直签 签来讹曼 为什么 好学区 对不对 她不希望她的孩子 是在那个坟墓旁边 一天到晚学人家拜拜 她也不希望她的孩子是住在 那个传统市场旁边 一天到晚跟人家秤金秤凉 在那边argue 还有呢 吴宝流的 暴孝祖国的母亲 这一位大家可能不大认识 叫做舌太君 但是我讲她的先生你就知道是谁 大家听过杨家讲吧 杨家一派中门全部都死了 结果这一位太太出来 带领整个娘子君 去为她的夫君争斗 最热爱读书的母亲 林肯总统 还有 对孩子最认同的 爱因斯坦的妈妈 爱因斯坦小时候 大家都笑她白痴啊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她想得比谁都快 但是她的妈妈非常的认同她 还有呢 最鄙视学校教育的妈妈 距离乎人 这是一个诺贝尔得奖人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当中怎么说 圣经中也有五位很伟大的母亲 耶稣的妈妈 玛利亚 她是一个顺服有耐心的妈妈 还有摩西的妈妈 约级别 她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妈妈 还有呢 大家都知道 哈拿 这个撒末尔的妈妈 她一直在祷告 一直在祷告 祈求神赐给她一个孩子 还有谁 天摩泰的妈妈 勇尼基 是一个虔诚的妈妈 还有马可的妈妈 也是玛利亚 在圣经当中有好几位玛利亚 但是这一位 马可的妈妈玛利亚 她是一个爱主的母亲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在圣经当中 有这么几位 五位的 这个伟大的母亲 那你想说 林牧师你每次都讲那个 那么伟大的 什么多诺贝尔讲的 我们家连勤勤讲都没有拿到的 我怎么办 而且现在养孩子这么难 对不对 最近我看这个新闻好像有讲说 说这个有很多这个啃老族啊 你给他从小养养养养养到大 读了大学 读了研究所 结果呢 他去找工作 他都嫌工作太累了 每天要太早起床了 而且又没有车子 太麻烦了 还要搭公车 所以每一年大概要换十二个工作 每一个工作都不到一个月 然后在家都当啃老族 然后妈妈跟他念两句 他说 你如果不要养我一辈子 那时候你要生我啊 他讲的很有道理 所以有时候当妈妈真的很辛苦 我想在现代的妈妈 我们大概给他分成大概有这几类 这个第一个类叫做过分愧疚型 因为以前的妈妈呢 都是可以在 我记得我的妈妈都是在家里啊 我回家 我是上课下课回家 我妈妈一定在家的 结果现在的妈妈呢 因为都要上班 所以小孩子呢 回到家呢 不然就是要去after school 所以其实妈妈都觉得很愧疚 所以小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 不然的话呢 就是什么 这个 控制欲非常强的 小孩子呢 等于是好像他身上的这个什么木偶 或是老板 每一个都要照着他所要他做的事情 或者是属于这种热衷比较型的 每一次都说 你怎么都比不上那个谁人家他们家的小名啊 或者是你怎么都比不上那个叔叔他们家的谁啊 或者是 还努行的 稀寒问暖 然后小孩子要什么 每一次都是给他的超乎所求所强 有人在笑 大概都是这一型的 还有呢 过分担心型的 小孩子回家呢 哭上了脸说 我再也不要上学了 但妈妈就很紧张了 你是不是被人家霸凌了 或者是 操劳过度型的 我不想要在座的妈妈们 你有没有fit in这里面任何的一项 这个 马斯洛 他有一个需求层级的理论 那这个理论当中有讲到 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他说 生理的需求 就是身体的生存 只要能够穿得暖 吃得饱 再来呢 安全的需求 就是有安全感 有房子可以住 然后爸爸妈妈都在身边 还有呢 爱与隶属 就是社交关系的需求 他要有belonging 他要觉得他属于这个族群 再来呢 至尊的需求 最尖端呢 是自我的实现 这我们一个人正常的发展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你是先从 生理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社交关系需求 一直到至尊跟自我实现 那他跟这个马斯洛呢 跟很多的这个行为科学家呢 都认为 一个国家呢 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的结构呢 是跟这个国家的这个 经济发展啊 还有这个科技发展 还有文化跟人民受教育的程度 是有息息相关的 那 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呢 人们的需要会随着层次 会这样一直 还有这个生产水平的变化 会一直在改变 那这个呢 现在这个表格呢 就是以美国为例 在1935年 这个大概差不多八九十年前 八九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人 生理需要跟安全需要 两个加起来 大概占了百分之八十 所以你如果问像台语堂的 八九十岁的那一代的人 他们会觉得 我们那时候哪有讲什么 什么教育 他就是你只要 养得活就不错了 身体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你只要父母保护它就好了 小儿子都在田野里面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你看 在1995年 这个差不多我们都二三十年前 反而这个八十百分之一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感情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跟自我实现的需要了 刚好颠倒 你看这个是1995年 想想看今年是哪一年 2018年 你想如果随着这个趋势来走的话 现在的人 可能他们所注意到的是 剩下什么 剩下尊重的需要 跟自我实现的需要 什么东西都是我 我我我我 这个就是时代在改变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尤其是我们的妈妈们 你说我怎么办 我怎么来带领我的孩子 我怎么样子来抚养他们 能够让他们 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亲爱的妈妈们 告诉你 福音来了 我今天来 就是要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就是在我们的 以赛亚书62章 第一到第五节 我先来读 我因息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 直到他的公义 如光辉花出 他的救恩 如明灯花亮 列国必见你的公义 列王必见你的荣耀 你必得新名的称呼 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你是耶和华手中 要作为华冠 在你神的掌上 必作免留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父之乎 因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归他 少年能怎样娶处你 你的重名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你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我读完这一段经文 你可能想说 这在讲什么 这在讲 神他再也不静默 他知道这个世代 是这么样的邪恶 这个世代是这么样子的黑暗 他要扶持你 他要复兴你 他说他再也不静默 而且他要给你取一个新名字 然后他应许你 我们现在就来看 耶和华他说 他必不静止 耶和华他必不静止 因为他说 我因习安必不静默 我因为耶路撒冷必不习生 直到他的公义 如光辉花出 他的救恩 如明灯花亮 神要让众人看见他的公义 让众人看见他的救恩 在现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世代 还有谁能够彰显公义 只有神 在这个世代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是需要神的拯救 是需要神的救恩 这是神 他所应许 他说他必不静止 他已经在动了 神已经在行动 所以在这里有讲到 在以赛亚书40章9到11节 这里有讲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 你要登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 你要极力扬生 扬生不要惧怕 对 犹大的诚意说 看啊 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的宝贝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那里 然后接着他讲说什么 他说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宝贝聚集羊羔 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 如羊小羊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尤其妈妈们 你千万不要觉得很丧气 因为你的帮助已经来到 耶和华他掌权 耶和华他已经来到 他要来帮助你 他会像牧人一样 牧养他自己的羊群 而且他会引导你 他会慢慢地帮助你 怎么样来掳养 这个小羊 而且这里他讲说 他是你一个新名 他说要让列国看见 神的公义 让列王看见神的荣耀 而且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这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呢 他说你必不再 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想想看 撇弃的等于是被作为 弃腹 被放弃了 但他在这里讲说 你要成为我所喜悦的 然后你的地呢 本来是荒凉的 但是现在你要成为 是有夫之妇 是有人在耕种的 这整个理由只因为 耶和华主动地说 我喜悦你 他说你的地必归他 所以这是耶和华 他给你新的名字 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 你说我是受神所喜悦的 跟你旁边的人讲 说我是受神所喜悦的 然后呢 耶和华他应许 他应许什么 他说 他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之后 然后他讲说 你一定要成为 耶和华手中的 华美冠冕 你想想看 华美冠冕 我想大家很难去想象 你就想那个 那个英国的女王 她出现的时候 她头上戴的那个皇冠 或者说 你是当选的世界小姐 你头上所戴的那个皇冠 你想想看 今天神 祂要让你戴上 那个华美的冠冕 然后呢 你会得到 那个上帝掌上的 一个君王的头巾 所以你想想看 神有何等的爱你 神有何等的喜悦你 所以祂赐给你 这样子的应许 而且祂就做一个比喻 祂就说 就像少年人怎样 娶处你 你的重鸣也要 这样子来娶你 然后新郎怎样 喜悦新户 你的神 也一定要照样 这样喜悦你 这是何等美好 何等强烈的一个应许 那你可能会说 那我怎么样来成为 身所喜悦的人呢 成为身所喜悦的人 有什么生命的特质 今天我们就来用摩西 摩西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对不对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摩西的一生当中 有好几位重要的女性 我们就一位一位地来讲 第一位 就是敬畏神的 西伯来的收生婆 记得当时 埃及的这个华老说什么样 他不要让西伯来人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所以他就说 重新再起 只要是女孩换过 但是男孩的话 全部看杀死 可是这两个 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斯佛拉跟普阿 他们两位 西伯来的这个收生婆 他们因为敬畏神 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么做 他反而是跟华老讲说 哇哟 这个西伯来的女人太厉害了 每次我们还没有到 她孩子都已经生出来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摩西逃过了一劫 第二个摩西生命当中 重要的女性 就是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叶基别 叶基别她的名字 就是神的荣耀 神是我的荣耀 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对她的儿子摩西 有个极强烈的爱 她保护她 但是在那个时代 她保护了她三个多月 她再也不能保护了 她只能怎么样 她只能信靠神 她把孩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她就让她在水中流 这样流走 但是她坚固地相信 她相信神一定会 看护她的孩子 结果 我想大家都熟悉那个故事 神有没有保护摩西 有 而且她给她一个 很聪明 很勇敢的一个姐姐 这个姐姐叫做米尼安 她聪明到什么程度 其实那时候米尼安跟摩西 也没有差很多岁 但是米尼安 她这个小孩子 她就躲在旁边看 看看她这个弟弟摩西 会飘到哪里去 她要看看她发生了什么事 普通的人要是说晃了 就赶快跑了 她没有 她勇敢地在那里看着 然后接着呢 当她发现 她的弟弟 这个baby被人家救了 然后对方呢 是一个这个 滑老的这个女儿 哇 她就跑过去 她竟然很勇敢地跟她讲 她说 我去叫一个西伯来的妇女 来帮你喂这个孩子好不好 你看看一个多大的孩子 她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 她有这样子的智慧 敢这样问 当然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 神的手也在那里运行 她就感动了这个滑老的女儿 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她就这样子把这个baby给收养起来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外邦的滑老的女儿呢 当时她是被称为 整个圣经当中 第一位外邦的艺人 因为今天要不是因为她 没有 整个以色列的故事要重写 因为没有摩西 今天就是因为她 她帮助了摩西 她养了她 然后呢 她照顾了她 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 摩西就离开了 你想想看 这一个这么善良的 滑老的女儿 最后一个 在摩西生命当中 站着重要位置的 是她的妻子 叫做西波拉 这位西波拉是谁呢 她是在摩西 四十岁那一年呢 她闯了大祸 她去误杀了 看到人家在打架 这个西波拉人跟埃及人 在打架 她就去帮忙 结果帮忙之下 失手打死了人 她就跑掉了 她跑到哪里去 她跑到鸡店去 跑到米店 跑到米店去 在那里碰到一个祭司 叫做耶尔罗的这个女儿 来打井水 然后这个人 就变成她的太太 那我们看圣经就知道 在米店旷野当中 摩西牧羊 这个羊群 四十年的生来里面 西波拉 陪她四十年 而且帮她生了两个儿子 你想想看 当年摩西整个是一个 招牢的人啊 对不对 她是因为杀了人 然后逃跑的人 她一无所有 但是西波拉 愿意嫁给她 而且还帮她生了两个儿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当摩西带着 这个要回到 奉这个 要回到 奉这个耶和华的名书 要到埃及去 去跟这个华老王讲说 Let my people go的时候 这个 耶和华的派的使者 想要杀死这个摩西 为什么 因为 他的两个孩子 都没有接受割礼 所以那时候 西波拉呢 赶快地 把这两个孩子的 这个羊皮赶快切掉 丢在摩西的脚前 这样子摩西才能够再存活 所以西波拉对摩西 是有救命之恩啊 而且你想想看 他是跟他 四十年的法妻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今天我们在 这个整个圣经当中 我们就来看见 每一个伟大的人 他的四周围 他的身边 都有伟大的女人 今天摩西 就是因为有这五位 是蒙神所喜悦的 他们有他们生命的特质 一个是敬畏神 一位是信靠神 一个是有神赐给的 智慧跟勇敢 还有一个是善良 还有一个是尾身服事 在圣经里面的 这个家庭事工 有好几个模式 我们可以一一来看 第一个模式 就是intended 就是神创造的 就是有父母 然后小孩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像亚伯拉罕 以撒 雅哥 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但是也有adapted 就是因为时代的关系 不得已 所以你看像 莫迪该跟以斯帖 以斯帖要称莫迪该叔叔 uncle 然后也有单亲的 one parent 像尤尼基 提摩泰 因为这个尤尼基的先生 是一个外邦人 还有是叫做收养的 adapted 像保罗 他有他属灵的儿子 叫做提摩泰 叫做提多 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 家庭事工的模式 那我们看看我们现今 你如果把它换成现代 现今的家庭模式呢 就是也是intended 就是父母跟子女 这个就是在我们心目中 我们觉得说 一夫一妻 然后父母跟子女 然后结果现在呢 演变出来很多都是什么 隔代教育 对不对 有主父母跟孙子女住在一起的 由他们来抚养 或者是有单亲的 或者是一个妈妈 或者是一个爸爸 然后带着孩子 然后教会里面 也有adapted的收养的 像类似什么 像在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的会友 我们 像我们现在在这里 外面呢 有很多青年啊 或者是小孩子 他们来到教会 事实上他们的父母 是还没信主的 OK 所以教会里面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扮演一个 就是说 一个adapted的角色 就是让这些孩子 他们没有属灵的父母的 我们可以来带领他们 可以来帮助他们 我现在就要 我不知道Linda来了没 我们现在就要邀请这个 小学部的主任 Linda 还没到吗 因为我提早了十分钟 我提早了五分钟 没关系 我是希望能够邀请 我们小学部的主任 能不能有一个人去叫他 他应该在儿童堂 OK 我是要请他来 为我们做一点分享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 每一年的母亲节 我们都是在这里 庆祝母亲节 但是事实上 儿童部呢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在台语堂的时候 我有邀请了 我们学前部的惠娜 来做分享 那他分享了 他自己的阿嬷 妈妈 还有他自己的女儿 那Linda等一下 他也要来到我们的当中 他也来分享 他不只是牧养 他自己的两个孩子 还有他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来牧养整个小学部 我想如果你仔细 看一下我们教会的周报 你如果打开来看 事实上现在我们教会 最大的堂会是哪一个 你知道吗 不是台语堂 也不是华语堂 是儿童堂 现在教会里面 最大的堂会是儿童堂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 愿意在教会里面 服侍的姐妹们 还有弟兄们 有很多主日学的老师 大家都contribute 他们的时间跟精力 来照顾这些孩子 今天我们在讲说 怎么样成为一个 神所喜悦的人 今天神托付我们的 不只是我们家里面 自己的孩子 还有很多是 还没有信主的孩子们 他们来到了教会 那我们是不是 能够来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等Linda来分享 我想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唤起大家的注意 就是说大家的 不要说以为说 我们只要在这里敬拜 我们只要在这里 孩子不要来吵就好了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 不是一个好的教会 牧会的观念 教会的牧会的观念 应该是要 是以family为主 家庭事工的走向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在找 这个儿童牧师 因为儿童牧师来 也不是只有牧养小孩子 应该是要在 就是说整个家庭当中 我知道在座 有很多小孩子 你们都比较大的孩子 大概都是一个 比较大的 一个比较小 大的大概都已经进到 英文士工去了 那在这个当中 就是要好好的来思考 就说怎么样让这个教会 整个营造出来 是一个家庭 我们能够营造出来一个 provide一个safe的environment Linda来了吗 还好你出现 不然我就要继续撑下去 来 我们把时间交给Linda 谢谢林牧师 非常谢谢林牧师 邀请我来做这个母亲节的分享 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名字叫赵淑霞 那她是一位非常温柔 然后很开朗 也充满阳光的一位女性 那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直记得从小到大 就是可以非常地放松 因为她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妈妈 那么在职场上呢 她是一位工作非常认真 那能力很强的一位女性 那我觉得我的母亲 她的价值观 还有她的个性 深深地影响了我 那么现在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 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 还有一个11岁的儿子 那圣经上说 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呢 我现在自己做的妈妈 更能够体会到这句话 那为了要把神所赐给我的产业所托付好 所以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我学习到好多 在教养他们的时候呢 我学到更有耐心 更有爱心 脾气也觉得好像越来越好了 那连EQ呢 好像也慢慢地越来越高了 就是为了要当一个好的母亲 当一个好的role model 要把神所赐给我的产业所 管理好 教育好 那前几天 林牧师在教会跟我 我们有一个谈话的时候 他提到说 他觉得我在教会主日的时候 就是小学部 这七八十位小朋友的母亲 那我听了 其实心里觉得很感动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有这么多的孩子 那在儿童教会 在儿童事工服事的时候 心里是充满喜乐的 因为每一位宝贵的孩子 都是神创造 然后他们才会有生命气息 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在服事他们的时候 真的是充满喜乐 也从他们身上学到 好多好多宝贵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 要感谢神 让我能够成为我自己孩子的母亲 也能够在教会成为主日的时候 这么多孩子的母亲 真的是我觉得 在服事上 在家里 因为母亲这个角色 让我成长很多 因为我是跟孩子们一起在学习 一起在成长 那最后也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 对我们儿童事工这么多年的支持 像今天是母亲节 但是我们儿童事工 这个Children Chapel里面 却有十几位母亲 在里头Volunteer在帮忙 因为我们小朋友 在做母亲节的礼物 所以再次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在这里要祝福 所有的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谢谢 Linda 请你留步 这是她女儿 Stephanie Are you going to say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mother's day and I love you so much Linda之前并不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安排 真的很谢谢她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鼓励Linda 还有鼓励惠娜她们两位 真的她们在教会里面 默默地服事了这么多年 我们用鼓掌再一次 谢谢她 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 很温馨的一个母亲节 真的 我觉得 因为我今年 我为什么会特别请她们两位 因为我觉得她们两位 常常是在忙碌当中 被大家遗忘的 我觉得就像母亲一样 母亲常常在一天的生活习坐当中 她所做的一切 常常都被人家遗忘 所以我就说 今天再一次地在这里 谢谢所有的母亲们 真的 我相信你们所做的 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而已 你们做了很多 真的很谢谢你们 真的 I wish 我的妈妈在的时候 我懂得会讲这个话 我的母亲已经离开我大概11年了 我还是很想念她 我昨天尤其是我在Facebook上面 看到一张人家post的 是我American mom 我的American mom也过世10年了 我看到她的照片 我就说 哇 她笑的那个smile 那个笑容那么的灿烂 所以我就觉得就说 我们应该要活出来 要活得让我们自己的妈妈 或者让我们自己的这个 adopt的妈妈或怎么样 就是让他们觉得就说 我们今天能就很快乐地 很平安地 很喜乐地 活在这个世上 而且我们是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 就是先不要讲说 你有什么多大的责任 要去护养孩子 我觉得把孩子当成 他是上帝赐给你的产业 那你也要 not alone 你不是自己一个人 教会 教会存在这里 就是来帮助你 来装备你 让你成为更好的父母 接着下去这个金句 我就是送给大家 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 这个金句呢 是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 神说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我们要让爱恩教会 让神的国度成为人所赞美的 成为人所仰慕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守望者 今天不只是妈妈 我相信父亲 你也有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要在家中建立起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然后来影响孩子 然后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的国家 让这个世代真的能够看见光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 你借的以赛亚书 再一次地让我们能够看见光 主 因为我们相信 你已经在掌权 主啊 你也绝对不禁止 你的公义要向光辉花出 你的救恩要向明灯照亮 主啊 我们不再被称为撇弃的 我们要被称为是你所喜悦的 主啊 让我们能够有 你所喜悦的人的特质 让我们懂得要敬畏你 让我们懂得要信靠你 你赐给我们的勇敢 良善 还有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 委身在神里的国度里 主啊 我们再一次地向你祈求 求主来赐福今天在座的 所有的为人父母的 赐给他们力量 赐给他们智慧 让他们在他们的家中 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他们一家之主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子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